金色轎车奔驰在蜿蜒山路 看起来好帅气 不过全球股灾来袭 民众荷包缩水 买车意愿跟着下滑 来到车厂最多的滨江街 看车的民众只有小猫两三只 每客人连业者都要站在门口迎宾 实在讲鬼月跟我们平常的旺季的话 大概会差大概六成 那个整个焦点都在选举 所以它那个销售量也会像人家讲 大概会降个一两成应该有 又正逢农历鬼月包括三菱 福特 本田现代 销售量都比去年同期下滑一到两成 传出车商纷纷下修预估 从去年的42万辆大幅调降到35万辆 我比较可以的是交车的日期 购车的预算会降低 然后你会发现有个小猫 你会发现有个小猫 你会发现有个小猫 $320 连百货业绩都受到冲击 根据平面媒体预估 星光三月上半年营收只成长2% SOGO也只有1.6% 101下个月就要举行周年庆 但业绩成长目标也从11%下修到5% 汇率的问题还有包括像有股灾的问题 造成了整个景气上很不明 营克树在1到7月看起来 的确有大概10%左右的衰退 看看经济部统计百货营业额年增率 从5月的7.6%下滑到7月的3.5% 已经连续三个月缩水 下半年恐怕也不乐观 比如银湖会买的比较多 现在就会少买一点 需要买的还是得买啊 像是精品类的那样 那个就暂停 消费者逛多买少越来越精打细算 为了抢救低迷景气 业者接下来不排除还要加大促销规模 东方才能有差打张博强 拍不到